大家好 从这期开始 一起开启新的系列 《独消》 这个系列加上即将播出的一季 共有六季 前三季讲的是哥伦比亚独消的故事 后三季讲的是墨西哥独消的故事 不知道之后奈飞还会不会续定 按照这个趋势 如果续定的话 下一个系列很可能叫 《独消》系列是根据真实事件进行的改编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这些故事 这一期咱们先说一部和该系列相关的电影 他们克罗斯主演的《美国制造》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讲述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巴黎西尔 是怎么样在中情局的利用下 成为哥伦比亚大独消巴布罗帮手的故事 巴黎西尔是一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日常工作非常繁忙 甚至抽不出时间和妻子做一些有关成长的事情 为了赚点外快补贴家用 经常利用植物质变 走私一些东西换钱 这一天 一个叫谢弗的中情局探员找到他 想让他加入自己的团队 并给他提供私人飞机 让他收集一些中美洲的情报 当时正值美苏冷战时期 苏联支持的一部分势力 在中美洲活动频繁 美国想通过中情局 对这里进行颠覆工作 但为了掩人耳目 不好直接出面 所以找了很多白手套 巴黎西尔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待遇封号 还不受公司的管束 巴黎西尔很快答应 并依靠丰富的飞行经验 出色完成了任务 拍到了很多当地军队活动的照片 谢弗也因此得到美国政府的嘉奖 1980年的以前 巴黎西尔在哥伦比亚加油的时候 遇到了一帮当地的毒霄 毒霄们想和他合作 让他利用植物植变 把哥伦比亚的可卡因 运到美国的麦阿密 每公斤付给他2000美元的运费 80年代的2000美元 对普通职员来说 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巴黎西尔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为了安全起见 巴黎西尔和毒霄们商店 会把货物空投到一定的位置 他们的人提前在那里接应就行 于是双方达成协议 这几个毒霄 就是以后文明侠儿的 麦德林贩毒集团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巴布罗 他也是美剧毒霄 讲述的主要人物 巴黎西尔首次运货 就装了300公斤 也就意味着这一趟 他光运费就挣了60万美元 真可谓是光速之父 巴黎西尔起飞后 根据谢夫提供的安全航线 顺利躲过各方侦查 把可卡因空投到了约定地点 双方的合作非常完美 但就在这时候 哥伦比亚警方突然查到了这方毒枭 并把他们连同巴黎西尔 一起关进了监狱 巴布罗等人拥有巨大的超能力 很快被释放出来 可巴黎西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不仅饱受折磨 还被安上了间谍的罪名 此时美国政府换进 好莱坞演员里根成了美国总统 由于中美洲的尼迦拉瓜 被苏联支持的势力掌控政权 里根政府计划对那里开战 但是国会害怕会再次让美国 陷入类似越战的泥潭 并没有通过这个议案 这时候 里根政府想起了中情局的作用 让他们暗地里 给尼迦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提供帮助 不仅包括武器装备 还帮他们训练士兵 谢夫接到任务后 想起了被抓进哥伦比亚监狱的巴黎西尔 以他贩毒的罪名做威胁 如果不同意合作 就不帮他保释 他的家人也会因此受了牵连 巴黎西尔无奈之下 只能同意 为了避免被警察搜查 听从谢夫的建议 把家搬到了阿肯色州 谢夫还把这里的一个飞机场 交给巴黎西尔管理 让他秘密地把武器运到尼迦拉瓜 这些武器 是以色列安地利帮助美国 从巴勒斯坦那里 结获的苏式装备 没有美国的痕迹 这样即使被查到 里根政府也可以一问三不知 推得一干二净 巴黎西尔听到 要运送武器 并不太情愿 但对方给的实在太多 权衡利弊之后 还是答应了下来 几次运输之后 麦德林集团再次找到他 让他在返程的时候 顺便把毒品运到美国 此时的巴黎西尔有些犹豫 这时候 一个在这里 帮助反正风武装的美国人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战争 巴黎西尔便安心地 接下这个任务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 自己有些忙不过来 便招了几个帮手 一起运货 为了躲避 基督局的追查 他们依然采取 空投的方式 和毒贩接印 巴黎西尔的 这一系列操作 中情局探员 谢弗都了如智障 但并没有点破 而是放纵他们 把毒品运到美国 毕竟他的工作 是负责 在别的国家搞颠覆 并不是帮本国 基督 而且巴黎西尔 搭上南美独销这条线 说不定以后 可以大家利用 为了更好的训练 尼达拉瓜 反政府武装 谢弗让巴黎西尔等人 把他们直接运到美国 由美国士兵来训练他们 然后把他们放过去 参加反政府的战争 随着钱越挣越多 巴黎西尔 开了很多空投公司来洗钱 还把多余的钱 买在地下 藏在行李箱里 或者换成黄金首饰 等方式进行保存 但是钱来得太快 慢慢的 他开始为 钱多得藏不了 而感到烦恼 但是这一切 随着他的小舅子 阿杰的到来 逐渐开始变味 阿杰是一个典型 不务正业的问题青年 看到姐姐家突然报复 特地过来偷办 巴黎西尔给他安排了 一个扫地的工作 工资水平相当的高 但是阿杰并不满意 还时不时的 偷挖藏在地下的钱包 巴黎西尔得知后 很是不爽 但并没有发脾气 简单教育了事 说不知这一切 给他埋下了一个祸根 进入美国的毒品 越来越多 美国基督局 开始加大力度 边境巡防 以及联盟调查局 也注意到了这些走私犯 慢慢定上了 拥有大量不明财产的 巴黎西尔 导致他在一次运货的时候 差点被抓 另一边 毒枭巴布罗 突然对哥伦比亚政府开战 导致毒贩们 不得不四处躲避 毒品贸易线 变得没有以前那样通畅 巴黎西尔不得不亲自找到他们 商量解决的办法 阿杰趁他不在的时候 再一次偷偷挖钱 出去消费 不巧 刚好被当地警察发现 把他给抓了起来 阿杰对巴黎西尔 和南美毒枭的生意 一清二楚 一旦被警察盘问出来 巴黎西尔等人肯定被抓 那么哥伦比亚毒枭的 美国代理人也就没了 巴布罗等人 为了保证贸易的通畅 打算帮巴黎西尔 处理这件事 巴黎西尔 深知他们的手段 这哪是处理问题 明明是想处理人 为了保住这个小舅子 趁把他保释出来的时机 给他一笔钱 和提前办好的护照 让他出国 再也不要回来 可万万没想到 阿杰并不知足 威胁说 要定期给他送钱 此时的巴黎西尔 突然有些后悔 正要追上去的时候 阿杰的车子突然爆炸 原来 那帮毒枭 早已经在车上动了手脚 巴黎西尔震惊之余 还不忘赶紧把尸体处理掉 此时的他 可谓是内忧外患 另一边 中情局的谢夫 也遇到了问题 之前帮助尼泰拉瓜 反政府武装 训练士兵并提供装备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武器过去之后 反而助长了他们的贩毒气焰 被运到美国训练的士兵 很多遗落地就当场逃跑 成了美国的非法移民 中情局高层决定 放弃这个项目 谢夫之前的行动 都是找巴黎西尔私下来干的 如果被上级查到 那自己的前途就完了 急忙让手下 把和巴黎西尔有关的资料 全部销毁 巴黎西尔从谢夫口中 听出了不妙的感觉 立刻着手处理这些军货 不成想 他的行踪 早已经被多方监视 基督局 火器管理局 州警察 联盟警察 同时到场逮捕他 按照这个证实 巴黎西尔肯定会在监狱中 度过余生 当地的女检察长 看来了一件这么大的案子 打算大战身手 扬名立万 以四贩军火 贩毒 洗钱等罪名起诉他 可就在这时候 魔幻的一幕发生了 时任阿肯瑟州州长的克林顿 突然打了电话 巴黎西尔听到后 瞬间放松了下来 看来上面的人 并不想逮捕他 毕竟自己牵扯的人太多 于是 趁女检察长和克林顿通话的时候 调侃抓捕他的三个部门 说自己会送给他们每个人 一辆凯迪拉克汽车 在场的警察们听到后 都会心一笑 以为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行贿 巴黎西尔解释说 千万不要误会 送车给你们 纯粹是因为 耽误了你们办正事的时间 因为自己并没有犯任何罪 说不定过一会儿 就能大摇大摆地 从这里走出去 警察们听到后 更是嘲笑他发忙 人赃据获的事情 怎么犯案 巴黎西尔也会心一笑 看来他们还是缺乏想象力 正在此时 女检察长怒气冲冲地出来 让警察打开手铐 放他走 三个部门的警察听到后 一脸懵逼 眼看着巴黎西尔 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巴黎西尔本以为 是谢福救了他 但过来接他的人 都不知道谢福是谁 这里解释一下 其实谢福一直用的是假名 这样一旦出了问题 就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帮人随后 把他带到了白宫 参与一场秘密会议 这场会议 是基督局和里根团队的一场辩论 基督局想把哥林比亚毒枭 连根拔起 里根团队在想着 把这些事情往苏联身上扯 只要能找到苏联知识的势力 贩毒的蛛丝马迹 就能大做文章 在冷战中占领舆优势 这次之所以把巴里希尔交过来 是因为他之前的贩毒行为 手法高级 做得非常隐蔽 而且还能几个毒枭 联系紧密 可以利用这层关系 让他重操就业 然后在运输机的仓库内 装上摄像头 偷偷拍下毒枭们 和中美洲当地势力合谋的证据 里根团队和基督局一起承诺 只要巴里希尔配合 就会让他成为国家的英雄 但如果不配合 就只能等着坐牢 巴里希尔听到后 欣然接受 毕竟这是奉旨贩毒 不仅可以挣钱 还可以成功洗白 成为国家英雄 何乐不为 很快 巴里希尔和手下飞往南美 找到了巴布罗等人 并成功拍下了他们的照片 基督局看到照片后 异常的兴奋 终于可以申请预算 大张旗鼓的搞的也毒枭了 里根政府也非常高兴 终于可以把这些事情 和苏联的势力联系上 于是 在没有通知巴里希尔的情况下 立即把这些照片 向公众展示 里根趁机宣布 尼加拉瓜是非法政权 巴里希尔看到后 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这还是他想的那个白宫吗 明显是把自己当工具人 而且是用完就扔的那种 巴布罗等人得之后 非常的气愤 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背叛 开始对巴里希尔 展开暗杀计划 此时的巴里希尔 非常的无奈 质问基督局 为什么要把照片公布出来 基督局局长 也表示被总统给坑了 按原计划 应该是抓住毒枭之后 再去公布照片 用来当证据 并说 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这里面的风险 所以现在抱怨也没用 巴里希尔从他的话里面 听出了不妙的感觉 这明显是想泄魔杀驴 毕竟自己也在照片里面 人赃俱获 那下一步 联邦政府肯定会以 收缴赃款为由来抄家 果不其然 巴里希尔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现金 以及家里之前的东西 被一一收缴 他本人也被起诉 接受这个案子的 还是那个检察长 心想 终于可以把这个毒枭 绳之以法 可万万没想到 法官只盼他去社区服务 女检察长再次懵逼 当场爆粗口 巴里希尔也有些意外 因为他深知毒枭们的暗杀手段 所以提前 把家人送到了其他地方 只要自己在牢里 就会很安全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结果 明显是有人 不想让自己活着 从法院出来后 巴里希尔每次 都是小心翼翼的启动汽车 生怕会和阿杰一样被爆掉 每天住的 也是不固定的汽车旅馆 但是最后 依然没能躲过 被枪杀在了车里 当地的警察 本打算介入调查 但被及时赶来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 巴里希尔死了 也就意味着当初中情局 资助中美洲反政府武装的事情 就没人知道了 谢夫再次振作起来 把资助武器这件事 推到了伊朗身上 当时政治美意交物 这个借口是再好不过的制裁理由 谢夫因此被升职 好 这期就说到这里 了解完这个时期 美国内部的大概背景 下期咱们开始读消息点 如果各位看官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 多多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